接著來看的是鴻海 今天開股東會 董事長郭台銘 一如既往的親自主持 唱所欲言 並且照例通過了 美股配發鼓勵5元 台下的股東們 對他大表佩服 掌聲不斷 還紛紛像小粉絲一般 排隊要郭董的簽名 而霸氣的郭董 今天又添了不少的名言路 除了對鴻海的未來 他一一的描繪 各種美好的願景之外 他還批評 政府有一半的錢 都花不對地方 像是那個蛋 談到稅制問題 他說加稅會讓沒有效率的 更沒有效率 而郭董的自信 還展現在他自己身上 他特別強調 我每天工作16到18個小時不便 運動健身全年無休 他還對台下問 不覺得我今年看起來 比去年更壯嗎 講到台灣本身的市場不夠 印度是一個新的機會 為了請鴻海去設廠 郭董說他成了少數受邀到印度總理家裡吃飯的企業家 還待了三個小時 他為了強調 現在經濟因素變動很快 所以他形容 經濟學家的預測跟天氣一樣 大部分是不準的 郭台銘還暢談鴻海未來的布局 他重生會和夏普攜手搶攻面板的產品 他還大推夏普的家電優勢 自己親手煮飯 讓媒體記者品嘗 當智慧家電的超級代言人 特地在鴻海自家總部開一個展區 得意介紹投資日本大廠夏普的結晶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受到未來智慧家居產品商機 四十幾年來第一鍋 四十幾年來第一鍋 做給大家各位媒體朋友吃 換一個場景 郭台銘當起夏普家電 最佳產品代言人 拿起鍋具親手煮咖哩 還給現場媒體品嘗 郭台銘強調夏普的淋水鍋 可把煮飯時間縮短到四十分鐘 看得出對投資夏普的用心 也正好符合鴻海未來專注的三大業務 包括了智慧家居 智慧辦公室 和由工業4.0智慧生產的智能工廠 在我們公司所核心的 製造業 然後慢慢走上技術服務業 科技服務業 工廠辦公廳的效率的提升 我們把這些產品 要對外去銷售 藉重夏普這個品牌 它能夠對外去銷售 這些工業自動化的產品 這些工業相關的系統的產品 針對未來夏普的營運 郭台銘表示已經訂掉了 三個調整方向 首先要把夏普專利 從技術轉為產品 在商品化的過程 鴻海也會縮短時間降低成本 提高轉換效率 在海外市場方面 把不當的高成本合資公司都裁撤 降低營運成本 最後對夏普人員做工作評估 不僅是團隊將增加對個人的評估 郭台銘有信心兩家公司的合作 將發揮至少1加1大於3的中效 日本夏普有些先進技術 那它的先進技術並不代表 鴻海就沒有技術 我們的專利一項是在台灣申請 也是名列前往 我們投資校對商方的互補與中效 中和的效果將會1加1 大於3 大於4 甚至大於5 對夏普的投資充滿信心 股東會也有好消息 通過美股配發鼓勵5元 其中現金鼓勵創紅海歷史配息新高 也難怪股東會上 小股東們大喊滿意 還化身小粉絲 排隊要郭董簽名 另外股東會也通過了改選董事案 新任董事包括呂芳明 戴政五等人 其他還包括了前高盛亞洲區副董事長 也是藝人張青芳夫婿的宋學人 創新工廠創始人李開副 和國光生技董事長展起賢等人 都在名單之中 郵電TVS米邱欣怡 新北市報導